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6日 今天最大的新闻是习近平晋升上将军衔 中央军委主持张又霞主持颁奖仪式 习近平摇摇晃晃出来了 满面愁容 晋升了五个上将 9月份进行上将 这是不多见 19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了 习近平着急 因为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显得非常被动 我估计在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 很新贵 所谓江派湖派 红二代等等 围攻习近平 习近平招架不住 做了检查 然后会议结束之后 汪洋走墙 李克强活跃 胡春华超兴奋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胡春华回到了内蒙去走一圈 这一两天又去了青海 青海 王建军也是估计 也是在观察风向 可见 这些风疆大力们已经都知道了北戴河会议的消息了 这就等于说19届六中全会习近平很被动 搞不好能不能二十大连任都是个问题 所以很担心啊 但是习近平有一个绝招啊 也这个关键的这个手段就是什么控制军队啊 或者说将来19届六中全会或者二十大开会的时候 这个解放军在外边围他一圈啊 就像当年这个这个选举的时候 袁世海的部队是吧 袁二的部队在外边围一圈一样啊 这习近平就用这个军队的这个领导干部吓唬这些文职官员啊 李克强现在看来这是这个要想这个啊 立足习近平连任呢 看来也是比较困难啊 他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忽然间啊 搞这么多的这个上线 目的就在这里啊 最主要在这里 我认为啊 此外还有外部环境啊 也就是美国现在 围独中国这个专制政权统治啊 这个联盟已经形成了啊 已经看到了这个立陶宛啊 以及欧洲的变化啊 搞不好很快就会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形势啊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啊 习近平显都很着急啊 从这个对外的角度来讲 那些南海的局势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过一会儿会议有个专题讲一讲啊 好多国家军舰航母啊 都云集在南海啊 南中国海 似乎要给习近平这个亮拳头啊 习近平很着急啊 对内就是刚才讲的党内军队内 习近平这个可以可以这样讲 这个没有很多人支持他啊 所以他必须都换人了 匆匆忙忙换人 所以说这些这次提招这些将领啊 大部分都比较年轻啊 你可以看出他几个特点啊 这些将领一个是特点什么 都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提升的少将 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有的时候 有些提升完了之后 他一个最早的少将 都是胡锡涛那个年代啊 甚至还有是江泽民那个年代 他不放心啊 或者假设 之所以北战会议人家敢围攻他 那就是因为不对里为人支持 对不对 不对里躁动 他才敢这样做 所以他现在很着急 要纵用自己的人啊 不放心的绝对不用啊 这次这个晋升上将军衔 是5点20分开始啊 晋升仪式 也是例行公事吧 这个半岁的国歌 徐其亮 这个宣读啊 这个张公辖主持 习近平就开始给他们上 受仙 西部战区是汪海江啊 汪海江 中部战区司令员是林向阳 还有海军司令员董军 那空军司令员长丁琼 国防大学校长 徐学强 可以这样讲 都具有代表性的啊 这你想这个都是重要的啊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印度边境 是吧 中印的这个第一次冲突 已经发生了 在上次这个外汇谷啊 这个事没完啊 现在表面是 但是好像是战士 互相之间这个平息了啊 这种这个对峙啊 但是仍然在这个印度在这个边境 仍然囤兵就好几万啊 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啊 印度看美国的脸色形势 这是肯定的 他担心西部啊 还有这个新疆 这个西藏都不稳定啊 这汪海江啊 那么汪海江这个根据今天查阅的网上的资料 他这个人了不得啊 确实是个人才 在部队战人很少 可以这样讲 仅存几个吧 他是1977年就恢复高考 又上大学的 和我一起一批啊 考大学 我没考战 这还考战 七七节的吧 那么那个 第一批从地方参加高考 考入军校的学员呢 早年还参加过中越战争啊 这个是非常可贵 你早年考大学的多了呢 是吧 不算什么 关键人这个经历厉害 就是说有实战经验的啊 担任主公联的联长 永立一等功啊 这个人很棒啊 后任原兰州军区司令员 当了谁呢 李谦元的秘书 那么这个1997年起任 中国人平方军 第21集团军 61司181团长 副司长 07年任61司司长 13年任南疆军区副司令员 16年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你看这个人 确实是历练的非常完整 习近平现在不得不用一点 这个真正的在部队里面是 有实战经验的啊 这个18年 全国人员代表19年 西藏军区司令员 那么21年3月 转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这个 转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这个刚才前面的19年 是西藏正式新疆 还很完整啊 21年8月任西部战区 这个司令员啊 你想这个这样的人才 应该讲打仗还是可以的啊 内斗不知道怎么样啊 如果发生天安门那种事情 命令他就镇压 他能不能镇压 也是个问题啊 这个 因为他本身是个大学生毕业的 思想比较开阔啊 77年考大学那些人都是人才啊 积压了很多年啊 有的人考上又没考上 我没考上 我又考继续考了 七八年 他擦一届 我后来就考了了 大学历史系的啊 那么这是旺海江 那么后面后一个是中部战区啊 战区司令员林祥阳啊 林祥阳也是啊 这个也是根据网上的这个资料啊 他也是这个习近平这个提升的 这个也就是这个少将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你如果少将是别人提拔的 习近平不放心啊 这个海军司令员这个董军啊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因为海军以前大部分时间在这个是这个啊 不是厉害的干的实验厂啊 干十多年啊 不是厉害的人马呀 这个董军啊 根据网上的资料 曾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啊 北海舰队副参谋长 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海军副参谋长 有从基层上来的啊 2014年12月海军副参谋长 17年啊 出任这个岳部队领导啊 17年3月出任南部战区副司令 现任海军司令员啊 这个还是应该讲 还是属于这个专业人才了啊 这是一个 这习近平对这个 这个无事例的人马是不放心的 但是海军里面大部分还是一个属于啊 这个 这个脑袋光高的啊 这个吴胜利在大连干过的啊 他的这个下属啊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这习近平也没有办法 因为吴胜利和薄熙来关系也比较好啊 早年在大连的时候和这个薄熙来往非常密切啊 那习近平肯定也是心头大患的 是吧 习近平最担心在战事的时候对自己不忠诚的那就麻烦了 因为你开战以后就是枪指挥党了 不是党指挥枪啊 这是海军 空军这个司令员长丁球啊 长丁球刚才我查阅了一下他的网上的消息啊 他是六七年出生的 他是这个84年通过招飞入武的啊 他是空军这个领域的啊 进入了这个飞行基础学校学习 这个人了不得啊 他是15年9月他在纪念这个70周年也就是反 反法斯战争75年阅兵上他是唯一的一个啊 即将达到什么空军兼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员线啊 这个人啊 他是这样一个人物啊 新闻人物啊 因为70周年呢是我以前讲过要打仗了 习近平是个实用主义人 一看打仗他用着当兵的啊 不能再像以前几年前打击威卷老兵那样了啊 要哄一哄就开始搞这个什么纪念法西斯的什么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 然后就把大奖上给放到那些老战士兵前了啊 忽悠忽悠人家啊 这习近平现在看内外这个形势 也不得不忠有什么人才啊 这个最年轻的这个人 但是到底这个人忠诚不忠诚 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也是习近平啊 这个晋升的少将 在2012年7月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这是习近平刚上来 刚上来呢 可能以前这个人说不定和胡温那些领导关系也不错 也很难讲了啊 18年是中将 现在晋升上将了 这个他是16年1月任新组建的 中国人民紧阳军南部战区副省委员 就当副省委员的时候最年轻啊 成为全军当时最年轻的县义 战区这个军区之军官啊 17年12月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 这是这个人物 那么最后一个是国防大学的徐学强 徐学强我也查了个资料 他是62年出生的空军上海指挥所的司令 曾经认 他也是空军的系统的实际上 那么13年就是少将 也是习近平提拔的 你看习近平现在担心他们将来 19月6中宣会这个底座部分啊 二十大有威胁的 因为李克强现在是在 可以这样讲比较大的党心 就是元老们 新贵们 红二代们现在都开始倒向支持李克强和汪洋 习近平很着急啊 所以你看他这次的变动啊 这个人是14年是南京军区啊 16年空军副参谋长 这个东部空军的一个司令员 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习近平这次换这个这些人 可以这样讲吧 其实心里更有底了啊 要内斗啊 并不是说谁的声音啊 谁干得好 谁能保住政治 保住权力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看谁部队支持谁啊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不是一个像美国那样 一个独立国防力量 不介入政治 你看这个川普和拜登俩斗到那个程度 美国的军队根本不理啊 拜登还是比较老道 我全力拿到手了啊 这个 川普还有一些啊 认为这个大选舞弊的等等啊 当时搞的也是 网上议论纷纷有的 要军管啊 要戒严什么 其实搞不了 在美国的体制搞不了 在中国就行了 中国是 解放军 他是个党管军队啊 军队是其实这个镇压老百姓的工具之一啊 不是一个单纯的国防力量啊 唯一的国防就是将来打仗 能不能打仗 这个现在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啊 因为没打过仗 打的仗就是越战和印度 印战 印度战争 那个是毛泽东时代了 越战 就是邓老平打的 就习近平这个 手下啊 他经历根本没打过仗 他只当了三年耿彪的小秘书啊 也是跑腿的 耿彪又在军队内部不得志 邓小平好得训他 就为这个香港驻兵的事啊 等等的 也是可以这样讲吧 习近平没有带领军队作战的经验 所以他这个这次这个 这个非常地诡异啊 我认为他说是针对内部 还不是针对外部 外部是一个方面啊 内部就是为了和李克强政权啊 昨天我讲到那个人民日报 搞那个要勇于斗争 斗争就四个字 放在李克强这个报道头上 你可见习近平看到这个形势非常紧张啊 如果按照选票 他就选下来了 习近平肯定选不上人家超过李克强 因为习近平 治理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呢 显示出他性格的懦弱啊 自私不到前行 胆小 小组长也不要 然后人家 孙春兰国务院的系统把他治理好了之后 供劳他贴自己脸上了 不提人家李克强 所以说 党内这个元老们 新贵们都看在眼里啊 对习近平非常不满 习近平也感到回头突然 但怎么办 他只好靠张鲁侠 靠这些人 在部队里面运作啊 部队里面提挡他的铁哥们 他认为是铁哥们啊 但是我认为一旦开打了 战争他就完蛋了啊 因为这些人 你别看是他提挡的 打起仗了以后啊 这个东西都不重要 谁提挡你都不重要 人不可能忠诚于你一个人 对不对 人首先自己的保命 就这个腐败的军队 我认为啊 别看这个滑架子啊 能不能打仗是个位置输 尤其是海军 海军到现在还是 无胜利的人马更多啊 并不喜欢赞成了这个习近平啊 那么这个 同样的边境这些地方啊 也是非常的危险啊 将来这个要打仗的话 我认为他打不赢啊 但是对内镇压 他现在可以这样讲 还是总体上控制了权力 但是权力并不是太稳啊 你看他今天 进入会场的表情也是啊 就是非常的一无语 因为他怀疑每一个人啊 因为他就一心中啊 就是多疑 低能多疑啊 每天提挡这么一批人 都是这个 将来是羊虎为患 提挡就是一个老虎 将来平时其实是党指挥枪啊 等到战时就枪指挥党啊 所以假如下一步 中国社会发生动乱啊 他能不能靠这些人控制老百姓 我认为很难啊 别吹牛啊 因为现在整个外商纷纷撤离啊 你看这个日本的企业 现在撤离大连了啊 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相信这些介绍大连这个反日情绪啊 由习近平鼓动起来的愚民爱国主义啊 连这个日本的风情一条街都不允许 竞赢了啊 一下三万多人失业 你想这个可能是将来这个民间呢 民怨沸腾 你不要开心都爱国是吧 表面的 真的还要吃饭 对不对 李克强主张稳定经济 稳住一辈子 习近平要搞这种 嘟嘟逼人的战狼事外 叫倒数得罪人 和李克强完全不同啊 两个人有的一拼啊 那么将来就19月6周全会会怎么样 我认为也不一定提了几个少将就能稳住局面啊 那么今天呢 还没期待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